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游艇过夜好像被人接出来啊 咱们就是淡淡这么一提 没想到这从那一天到现在 哎 我觉得 曾特首这事啊 实际把这个唐英年的事有点压下去 嗯 是不是 有点转移了这个对唐英年事情的这个 至少转移了我的注意力 对 我这一个星期以来 我是天天看 有的新闻 我还翻回去看 你这么爱看了 对 你看出什么轮道来了吗 哎呀 我觉得人呐 人性恶的这个里头啊 是不是有种幸灾乐祸的心理 当然往好的地方来讲啊 是同情心 比如说啊 你这两个分别很大 同情或者幸灾乐祸 是截然不同的两种情绪 你到底是哪一种呢 可以混合这些 可以混合这些 这就奇怪 可以说啊 您一方面同情一方面很高兴 不是 我这几天老在想啊 我想哎呀 曾特首现在在家里在怎么过呀 嗯 就说就是没说这算同情呢 还是算幸灾乐祸 就我好像想 我这玩怎么过日子啊 这整天 你想想想 还是像我这么好 是吧 没错 这个 俗人游挺 是吧 你现在就看出来 你你你你哎 我就我就说 邓文涛肯定这样算 他那个六千尺 相当于五百多平方 我呢 把几个房子加起来呢 好像也差不多了 什么 我怎么就没事啊 对不对 心里就很开心了吧 你你可以看看这个照片啊 我们给大家看看这个这个这个 这个这个有有这个 他做的这个是啊啊 这就是这多像狗仔队的角度 你看就是狗仔队的角度 所以我的一向的路线就是 我认为香港可以有狗仔队 但是北京不该有狗仔队 你知道吗 因为人家香港的媒体 就做到了这样 对吧 对 你北京有什么理由有狗仔队呢 来你看看 你看看这个 你看看这个 这就是同种型号的 同种型号的 豪华游艇 对吧 嗯 然后你再看下边 这个 我曾经在深圳住过这附近的一个地方啊 每天我又长达三四个小时的时间 你知道吗 徐老师我那窗户正对着这个楼顶 哎呀 我忘了有三四年不止 你跟你跟曾太祖就是 哎 遥遥相望啊 对那先见东海花园嘛 没想到是曾英权租下了这个地方 可是我觉得这事啊最有趣的 在香港人的角度来看啊 是 这他跟你可以说他这些事 比如说他做豪华游艇 这个房子可以廉价租到那么好的装修 而且是量身定做的装修 有鲤鱼池嘛 太阳鲤鱼大家都知道 然后又去普吉普吉岛 然后又做私人飞机旅游 还很划算 给经济舱的价钱 做私人飞机嘛 对不对 嗯 香港人都说我们都想要这个豪华旅行团吧 有没有那么便宜的 然后 但这些事加起来你会觉得很感伤 感伤什么呢 就是说这 虽然说他的新闻盖过了唐明年 但是加起来看 这叫做香港特区的第二把手 唐明年是辞职了几个月嘛 年是重务司司长 仅次于他 对不对 他是特首 这个第二把手 家里头呢 不小心挖了一个伪装建筑 还掩盖 最后把老婆推出来 我们的特首呢 牵涉到这种种的利益的输送交换 然后到了时候说这个租那个东淮花园那个房子 说为什么那么大那么豪华 他又把太太推出来 因为我太太节省 这是没嫁的时候的衣服都还存 中国人的太太真的是有用 是吧 真是好中国人 娶太太的负责 而且呢 这个增特首这个事啊 让我觉得什么呢 就是说呃 咱们你看 咱们是搞说话工作的哈 所以其实我最关心的 还是一个人在碰见某种 近况下 他怎么聊天 嗯 我开始就认为啊 香港人不会聊天 这个怎么有一种越聊越多的趋势 是吧 哎 一开头说 这是不就是上了澳门一个呃 游艇吗 哎 怎么主动一说 说我这个上次做游艇的时候啊 我给了五百块钱 然后说我那年去泰国坐了趟私人飞机 我按照经济舱的价钱 我也呃给了钱 我说这玩意还带主动交代的 你这不是越来越多 他不是 包括深圳这个房子 也是他主动交代的 哦对 他是有趟说的说的说 其实我是一个很连接的人 我退路都想好了 我退休之后呢 我就到深圳 我租了个房子 你要你要你要这么说 这人他是算诚实啊还是什么呢 这傻 但是这是法律上 并没有什么大错啊 我觉得这个在在民众的心理上 他们香港的因为房子挤嘛 嗯 大家住几百尺的 所以一听有六千尺 大家不不不不不 是犯法的 怎么犯法 是会犯法的 现在今天已经最新是 廉政公署立案调查了 那也不证明犯法 不是是有机会犯法的 为什么呢 因为假如 要在香港公务员啊 你收售礼物 是有个价钱规定 我忘了是多少 大概是五百块以上 你就要报 五百块以上 你报了之后要批 往往过了五百块的礼物 都是你不能收的 那么他现在收了这个东西 第一叫不叫礼物 比如说搭这个顺丰游艇 顺丰私人飞机 然后这个租房子这么廉价 而且这个廉价招待 在香港公务员里面是犯法 他当然现在不是公务员了 然后第二呢 就是呢 假如被查出来 因为现在深圳租这个房子 还有个什么问题 那个物业的老板 是香港 现在已经开台的一个数码 广播电台的老板 那当时大家就说 这个数码广播电台的牌照 你为什么会给他 是不是就跟你在深圳 拿了他的便宜的房子住 有关系 可是假如这些东西都成立的话 这是犯法的 你不能把这些东西混起来 我这个虽然没有任何好处 也不认识郑云权 但是我们站在公共公正的立场上 他批那个数码 那个电台的时候 他还没有决定要租那个房子 这个事情 你不能这么找因果关系 可是你别反过来 我批了给你了 你感谢我 你懂吗 在香港这都是犯法的 但是第二 他100万的这个港币一年 在深圳租这样的房子 不是廉价 深圳的房子是不能跟香港比的 深圳的大房子 一般200多平方的房子 租金不超过2万 所以他现在每个月8万 租这个房子 他这个房子 根本不算廉价 这个是以香港的概念 因为香港你很容易 善动民族 因为在香港如果这样的房子 那真的价钱不止 所以呢他第一 他不是连租 他是一个 应该说除了装修 比方说我这个 你这个高官 我为你装修的特别好 但是这个租金是市值的 假如他正常付 租金是 但是现在大家针对的问题 是那个装修 对 装修现在大家针对的是装修 这个为什么说前一阵 不是租金 前一阵 我在那个 我觉得香港现在有点平民造反 起来 你为什么可以为了特首 比如说我来租你房子 你租你那个房子给我啊 我一个月给你租金是市价 但你会不会说 哎呀文道咱这么好哥们 这么好朋友 我为了你爱住我这房子呢 我给你花几百万钱去装修一下 那这叫做什么呢 哎呦 我觉得这个问题啊实际上是个特别重要的问题 所以为什么是 就是说这个问题里面值得谈的事情啊 我觉得特别多 呃 你比方说啊 站在曾因权的角度上讲 其实咱们说吧 我也没有什么根据哈 但是我基本上相信啊 他也不是什么贪官 也也没到那个程度 可是呢 我现在要说的就是说你这个行为啊 咱们现在大家说的就是说行为适当不适当 对吗 陶炳说文道 我就是送你 我就是送你一个小金人 嗯 也不能说明 我一定从你那拿什么好处 咱俩可能是哥们 对吧 我愿意对你好 没错 我不求你什么 这是完全有可能 但是问题在于就是说 如果你是一个高官的话 那么这个瓜田里下 你要不要有一个适当的原因 因为 对但是这个适当啊 我就觉得啊 呃 在有明确成本 没有明确成本规定的情况下 很烦人 你比方说啊 我真是想 我说咱们朋友 那天我听香港电台call in这个节目啊 有个市民那也讲 这个市民讲的也很有意思 就是说啊 说你像他们这些达官对吧 贵人交往的朋友 咱们也应该理解 他绝不可能跟个普通的这个地盘工人去交朋友 嗯 那个人是有他的阶层的 嗯 他打交道的人多半是非富即贵 那么这些人呢 就有这些人的消费水平 那么你说 他说就是说他有个游艇 咱们大家一块去玩 嗯 那么曾云泉呢 也都算想到了 就说哎 我还给钱 我还给钱 给五百块钱 嗯 要说要说他不给钱朋友请他坐游艇 这犯法吗 犯法了 这就绝对犯法了 是吗 这你叫收你不能我刚不是说吗 你收礼都不能收超过五百块的礼 可是那那假定说你出去旅行 你到到朋友家里那在朋友家里过一夜 这个也犯法 对啊 这个家里过一夜不犯法 他有比资产的私人财产 这是可以争论 这是可以争论 这是可以争论的 比如说 现在这就是何祝国的讲法 就我刚才 就是那个富豪的讲法 何祝国 何祝国我也听 我觉得也可以听一听 他讲的也很有意思啊 你给咱们大家可以看一段 嗯 你是不是签个真人平常没有呢 有签个都可以 那有没有错呢 但是一样东西 我在香港 除了一班报馆之外 我没有做地产的 我没有做生意的 第二一班报馆 什么事啊 这是第一件事 第二件事 那家船 回来的时候 我不是为了它开的 那一艘船 是不是都要回去的 就是我见到你 请你搭过小航车 是不是犯法呢 这是一件事 是吧 如果我特别为它开的 你可以这么说 是不是我都要回去的了 所以我不认为利益输送 我还有什么利益输送 它可以给到我什么 香港是一个营商环境 是一个商业城市 商人和政府欢迎 有交際不是犯法 再也不出来 你没有 转发 这还需要 海盗 沉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